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在今天今天大新闻的节目当中 我们仍然要跟您讨论 在最近发生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几个重要的议题 那么首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 就是今天大新闻 我们今天的嘉宾 台湾的著名新闻人陈国祥先生 陈先生你好 谢谢您到今天大新闻节目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这一个 就是明天将在夏威夷 要举行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会面 因为这个会面可以说是在经过最近疫情以来 这是中美之间的不断的发生 口角争执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物林是让大家感觉有一点突兀 那么这两位现在正是彼此交锋的 这一个两位外交主管人员呢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相互见面 那么他们见面的时候要谈些什么 所以呢这一场的见面会呢 受到各界的非常的关注 首先从上个礼拜那么透露出 有这样子一个见面的约定之后呢 那么于是就大家对约定的细节就开始非常关注 但是呢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 那么将会谈论些什么事情 我们只能够推测 那么到最近以来 那么是各方就是就各种的问题 都有过相互的一些的讨论的 包括了像是香港的问题 留学生的问题 还有南海的问题啦 以及这个现在北韩的问题等等 那么当然那么在对于在美国 就要在11月进在总统的大选 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 那么是不是要对美国特别的 有些的让步 或者是美国在这个时候 特别着重在哪些的议题 我们也是特别的关心的 所以在今天首先要请这个陈国强先生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您的观察 就是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外交最高主管人员 在夏威夷的会面 明天将会谈一些什么 您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吗 现在中美之间呢 可以说是多事之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原先中国承受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那么接下来美国又继续在加强了科技战 对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 它在进行乐伯子战 然后呢 美国又发表了各种这个清单 就是6月5号 他又发表 所有跟这个解放军有关的企业 他的采购 在美国的采购 都要这个受到限制 然后呢 又发生这个 所谓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的问题 那么中共他们决定 人大会议已经决定 在这个最近一次 或者第二次的这个人大常委会 就会通过所谓港版的国安法 那知道这一点 美国政府包括这个川普总统 还有国务卿 他们都发表了严厉的谈话 就是说提出的各种 要取消香港 特别待遇的一个 原则性的一个措施 但是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出来 所以现在北京跟美国都一样 北京它是表示 它要制定港版国安法 但是条文还没有出来 那美国呢 就是要制裁这个香港的问题 但是呢 如何制裁 这个具体内容还没有出来 这个两边呢 又僵持在那儿 那么另外呢 最近新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 现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 金融战方面 金融战方面 可能又 正在酝酿新的战争 那么最重要就是美国呢 它要加强审查 那么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上市 这个所谓加强审查呢 那么就会使得这些公司呢 它在美国上市 被受到很大的挑战 无论已经上市 或者新要上市 都受到很大挑战 有些公司已经移到 这个香港来上市 而这两天呢 这个中国的政府已经宣布 有四十几家的中国公司 在美国上市 适合在香港来上市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拷贝 可能就是要 减少美国的筹码 就是美国如果筹码说 你这些公司 我就不让你在美国上市 中国说没有问题 他们在香港上市 也可以得到安排 那么这样就可以 减低这个美国 拿这个问题来当筹码来耍 所以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可以说是一个多势之丘 那么现在又最近呢 我们有看到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美国啊 它是这个前两天呢 它的军事的运输飞机 是通过台湾的领控 这个对中国来讲 就是非常严重的 所谓的一个军事挑衅 因为台湾被中国视为 它的领土 那么美军进入中国领土 而且是军事运输机 那等于是 这个跟它做军事上的挑衅 这些事情加总在一起 那么美国呢 现在跟中国之间 可以说是一个战端 战场不断的扩大 那么战火呢 不断的升高 如果一直在升高下去的话 那当然就是会有军事冲突的危险 那么最近美国的三个航空母舰 带着它的各种相关的航舰呢 又回到南海 回到南海来重新呢 做所谓自由航行 那么对中国也过得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中美之间呢 可以说是在贸易上 军事上 这个文化上面 话语权上面 台湾问题上面 南海问题上面 可以说全面的一个争斗 这个争斗呢 我们就感觉到 现在双方必须要踩踩刹车 要降温 否则的话 一路滑下去 那么将来这个冲突是难以避免 这个对撞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中国杨洁篪 他是外事办的主要主任 他跟美国国务卿见面 据报导 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来的 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来 就是要跟美国协商这些问题 那么希望能够化解 那么当然中国的话解也知道 可能比如说香港 它的国安法不必那么严厉 那么希望美国制裁 也不要那么严厉 或者是说 这个军事上面 南海 南海美国不要那么样的 这个打军压境 那么我呢 中国方面呢 就可以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上的一个活动 能够减少 诸如此类的 就是说现在是应该是双方进行协商 来降低这个冲突的剧烈程度 然后为未来呢 两方面各自能够做你想做的 但是不要做我不希望你做的 能够达成一些协议 我想这次的会谈应该是处理 全方位的问题 好 谢谢你 那也有一个看法 说这一次的这个双方 这个最高外交主管的这个会面 事实上是谈不到些什么 因为那么据报道说 这个就是 就是帕培欧在夏威夷只能待24小时 所以呢 双方会面的时间 恐怕也只能有一个钟头 那么在一个钟头里面 事实上不可能深入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美国呢 现在只是希望能够 再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碰面 能够把目前的双方对立冲突的 这种状况稍微缓一些 那么事实上因为11月 美国总统大选就要进行投票 所以呢 川普总统政府也不希望 在这之前呢 发生特别的让人 感觉到是特别突兀 或者是对美国利益有损的 一些的中美冲突 而在中国方面 当然对于当前的这种状况 他们是非常的感觉到不安 所以呢 也希望赶快的能跟美国展开一些接触 让在未来能够彼此双方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氛围 能够来就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 来做进一步的谈判 那么所以说 这一次的双方的见面 只是一个在未来继续的双方 进一步讨论的一个桥门砖 也可以说是彼此释出的一个某种善意 那么所以呢 这一次双方两位这个主管人员的碰面 代表了中美关系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观点 而在这个新的观点当中 美国暂时跟中国休战 应付在美国国内要进行总统大选 种种的一些的必须要面临的挑战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您的看法如何 您同意不同意呢 现在中美之间是 有些问题啊 是十万伙计 这十万伙计呢 就是必须要面对面来协商 那么现在最重要就是说分歧 中美之间的分歧 必须得到控制 这分歧越来越扩大的话 那对账的危机又越来越大 那么分歧控制的同时 现在美国呢 还有几个问题呢 他希望中国可以配合 第一个就是说 外贸啊 贸易的协定 那么里头最重要就是 中国要扩大它的采购 那么这个采购呢 主要是针对农业 这个州的一个采购 那么这个对川普的选情呢 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最近美国前任国防 国际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他就要准备出版新书嘛 他就讲这个川普这个人了 他什么事情 就是考虑连任问题 连任优先 那么以个人的这个连任啊 为最高考虑 所以现在中美贸易的 低阶纳协议 是否能够落实 特别是采购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在未来四个多月 能够大量的实现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进展有限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啊 应该是希望 那么中国大陆 对于它的承诺 能够尽快的 加大的步调来提建 那么这些川普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政绩的一个追求 一方面是中美贸易协议 在他的手上达成了 那么就应该进入到落实的阶段 这是他政绩 同时我们刚刚讲到了 农业州的采购 也是他选票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另外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刚讲香港国安法的问题 那么双方现在都在进入到最后的 一个公布具体方案的阶段 所以这也是十万火急 必须协商 另外最近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朝鲜的金胖子 他最近又开始捣蛋了 那么是不是 这个对于川普呢 宣扬他的政绩过程 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 因为这个川普一直呢 就希望他能够在 北韩的朝鲜的无核化方面 能够达成的协议 那么过去会谈都没有达成结果呀 变成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那变成川普 他很难向美国人民交代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希望中国能够介入 让这个金胖子啊 能够 乖一点啊 或者是多做一些口头上的承诺 让这个川普呢 可以跟他的选民做交代 那么美国要直接 要这个北韩啊 朝鲜啊 来这个让不妥协是比较难的 如果经过中国的一个 当中间人啊 去协调甚至去施压 也许比较容易达成啊 美国方面期望 那么这也是很多人认定啊 中美之间必须写上的事情 而这几件事情呢 当然就是美国可以这个有所施压于中国 但是也有所求于中国啊 所以双方协调应该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因为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打高空啊 耍嘴炮的时候 现在是有具体问题 十万火机摆在前面 必须处理 所以这个 这个 美国国务卿啊 奥佩尔如果到 夏威夷去协商的话 绝对不可能只停留一两个小时 他应该 会拉出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这些紧急的问题 是 OK 那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协商见面总比不见面好嘛 那么双方见面了以后 那么能够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次会面 然后从这个会面 然后可以衍生出在以后不断的更多的一些的协商 来调节现在中美之间的非常紧张 剑拔弩张的这一种的关系 是吧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问题啊 事实上这个北韩的问题的确也是相当麻烦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北韩跟南韩的关系 就在前两天 那么北韩的 就是这个政治部的副部长啊 那么金与正 他说要跟南韩一刀两断 然后就在今天早上啊 在今天北韩时间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 那么北韩就炸毁了 在北韩境内 南韩投资的开层工业园区里面 南北韩一个政治协商的一个会议大楼 那么这个四层楼的大楼在忽然巨响之下 被毁这个以为平地 那么这也显示了北韩要断壮士断碗 要跟南韩真的像是金与正所说的 一刀两断 所以南北韩的这种情势 跟北韩已经表达了 他们要这个准备 要在核子武力上面 要重新做一些的部署安排 那么这些 那么跟美国的利益也都像冲突 那么这的确就是您刚刚提到 也都是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些的地方 不过至少就是两位外交主管人员 这一次的会面 已经象征着在以后 美国跟中国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比较安定的 是这个从过去的嘴巴打嘴炮 这种这个嘴上的无斗 现在变成了比较文雅的 这个会议桌上面的文斗 是不是应该可以这么 也可以这么解释吧 对不对 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冲突 跟这个争论是多方面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篮子 一篮子不是单一事件 一篮子拿出来一起谈 这一篮子拿出来一起谈的时候 就可以有比较大的机会达成协议 因为这个部分你让我一点 那个部分我让你一点 这就好交易了 不像以前这个特朗普 川普呢 跟朝鲜他谈判 他到新加坡 尤其第二次到越南 这一翻两瞪眼 这单一问题的谈判 就是说你这个核武 你是不是要停止释报 你是不是要拆除你的设施 那么朝鲜就是 你这个是不是要从南韩撤军 从韩国撤军 这是单一问题 单一问题谈判 容易一翻两瞪眼 容易破裂 因为他可以交换的空间比较小 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是多方面冲突 所以他是多方面的事项 可以拿出来一起谈 一摆在桌子上 这个交易 所以这个达成协议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是是是 这个另外就是说 今年11月 就是川普总统就要竞选连任了 那么我想这个 他当然川普总统要创造一些 有利于他的一些成果 而另外一方面 那么在跟在中国方面呢 在过去以来很多人就说 中国希望川普不要当选 因为川普在最近他的任期里面 特别是最近一年 把中国整得很惨 从贸易谈判一直到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那么指责中国隐瞒疫情 那么让中国是灰头土脸 所以呢 是很不希望中国是这个 很不希望川普总统会继续连任 不过根据彭博新闻社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说 其实不然 说现在中国呢 其实更是要希望这个川普继续连任 博博新闻社访问了九位 在中国前任跟现任的高级官员 那么在这些采访里面 那么发现中国的这些官员 希望川普总统连任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总统任期里面呢 跟在包括了北欧以及其他的 他过去非常坚决跟美国站在一起的 这些盟国呢 那么慢慢的有了一些的这个 这个分离了 或者是说是彼此双方没有像过去 那么样的团结一气的 那样子的一种状态 而如果川普总继续连任 这种的彼此的这种离心的这种状态 继续延续的话 对中国有利 所以中国是反而是希望川普总统 能够继续的获得连任 您觉得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吗 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川普他是斗志昂扬 斗志非常昂扬 但是斗争能力很差 那么斗争能力很差 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上这些国家 他在美国国内内部 现在也是焦头烂尔 所以美国现在很多人是说川普是二次大战之后 现在的政府是最无能的政府 最无能的政府 因为他处理任何问题呢 他都是手忙脚乱 姿态摆得很高 声音划说得很重 这个声音很大 但是具体的处理措施呢 他们就是这个台湾话讲 李迪朗朗 李迪朗朗就是说这个漫不惊心 或者是很不精明 还没有系统性的处理 所以现在最近新加坡 以前的驻美国 驻天乐部的大使 他发表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这个 现在川普如果下台的话 中国会非常怀念他 因为他给中国的壮大 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这主要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就是他在国际舞台上面 跟多数国家呢都闹翻了 那美国是现在进入 一个全面孤立的时代 而中国是全面的 去连接世界的时代 这一掌一消之间呢 让中国的这个壮大 按照世界领导地位的提升 是有积极的帮助 所以现在中国的立场来看的话 川普当然是最头痛的总统 最头痛 制造很多的这个事端 给中国施压 给你找麻烦 那么可是呢 他们跟川普打交道 斗争的这个经验 就发现 这个人成不了大事 那么长久下去 是助长中国的崛起 所以在中国立场 川普这个人对他讲 叫做短空长多 就短期而言 眼前来看 对中国是叫做不好 就是给中国这个伤害很大 可长期而言 对中国帮助很大 所以长期的观点是 觉得川普当选连任最好 虽然很难缠 很这个 麻烦很多 但是呢 这个长期而言 中国是会占了很多的便宜 所以他们希望川普 连任的这个意念 应该是很高的 不过事实是 我们先观察看 就是不管是共和党的 Donald Trump 他的继续连任 或者是民主党的 这个Joe Biden 他能够这个进入白宫 那么跟中美之间 对中国的关系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样的 太大的变化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事实上这个拜登 他现在对中国的 这一些体制问题 以及在中国的很多表现 也都是 他法的非常的这个有力 也是批评的 非常的这个强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 应该中美关系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这个一般看起来 好 我想这个接着 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上一个礼拜 那么在美国的国会